即将在六月底接掌菲律宾总统大卫的达沃市市长杜特蒂再次语出惊人 除了抨击天主教会是菲律宾最为善的组织之外 也表示将推行三胎化政策来缓解菲律宾人口爆炸的问题 和反对避孕的天主教教义背道而驰彻底的杠上了 菲律宾一亿人口当中有八成民众是天主教徒 比例位居亚洲国家之冠 菲律宾天主教会向来和杜特蒂水火不容 选前多次公开斥责杜特蒂不择手段无视人权 杜特蒂则炮轰天主教会作恶多端 贪污受贿 想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购买豪华房车 更要求教会派出代表辩论 以便让他揭露所有教宗犯下的罪行 双方是互不相让 恐怕将为杜特蒂执政制造难题